我们一族的女人,个个都是为情而死的恋爱脑,物极必反,所以这代才出了我这么个接连害死几任夫婿的毒妇,我生来就能看到亲近的人一日的气韵,晨起问安时,扫一眼众人头上的气,我就知道傍晚嫡姐要摔跤,嫡母要罚我捡豆子,从小,姨娘就教导我,不要让人知道我的本领,姨娘说我的天赋比她好, 我们长命女一族,原本是修仙界绵延数千年的上古一族,长命女可以和夫婿共享气韵,修到极致,甚至能为人感孕换命,但由于长辈们代代都是痴情种子,为了互道屡平安,不惜牺牲自身气韵,于是一代比一代倒霉,如今仅剩的这点血脉甚至沦落到了凡间下界 我外祖母好歹还是个大家闺秀,我娘却成了个妾,我跟姨娘保证过很多次,绝不轻易动用天赋,直到我爹满身是血被人抬回府 第二天向祖母请安,见她满脸欢喜地念叨祖上显灵,先人庇佑时,我就生出不祥的预感 我跑到姨娘的院子,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面白如金纸 闲儿,她无嘴咳嗽了几声,指缝里全是血 你用了对不对?我问她 你明明知道,你根本不是正妻,妾室与夫主是不配共享气韵的 你会被反噬的 她摇摇头 你不懂,我和你爹已经这么多年了 明明有办法,却要我眼睁睁看着她送命,我做不到啊 我想问,那我呢?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 但我没问出口 我以为我娘会是例外,没想到她也逃不过长命女的宿命 我娘死后,我爹并未替她安排丧事 由娘替我挡了一劫,年纪轻轻变去了 为父心中,甚是哀痛啊 她摸着胡子,亦有所指,听闻你外祖也曾重病不治 你外祖母求了几天神仙,身子就虚了下去 说来也怪,此后,你外祖身体变好了 她探究地看向跪在地上的我 嫌儿,你可知这是为什么?我闭了闭眼 姨娘,这就是你拼了命也要救的良人 因为我咬着格格打颤的牙,一字一顿告诉她 我们家泻脉的女人,生来能替夫家挡灾 但必须是正头夫妻 我娘只是妾,扶薄,所以挡不住灾祸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我爹神情激动起来 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地上扶起 嫌儿,爹现在有一烦忧 不知我儿愿不愿意替爹小姐 我娘的丧事,我欲言又止 她大手一挥,那有什么? 只要你替爹解了这桩烦心事 你娘的棺木,道场,长明灯 爹字会命人齐备 就这样,我与长平侯冰死的独子 七长兰定了婚事,成了她的未婚妻 我爹是个不见兔子不撒婴的主 我被接到长平侯府 和那个尽气少出气多的少年同居一室 你看,在权势面前,女子的规矩就不存在了 我爹以前总是把女子的德行挂在嘴边教训我和嫡姐 可是长平侯一句话 他便二话不说,把我送入府 我抓住那少年惨白的手 其实,肚气运并不需要肢体接触 但我从未碰过男人 今日摸一把,就像是对父亲权威的抵抗 他睁开眼,虚弱地看着我 你,就是来救我的仙女吗? 我突然很想笑 我见过他,随君归来,神采飞扬,桀骜不驯的样子 听说他勇武过人,是罕见的少年英才 如今为了保住性命 居然连这么离谱的事都信 还要装成傻子,讨我欢心 我低头,将军是妾未来的夫婿 妾无用,只能对天祈祷夫君安康 这样我姨娘才有葬身之处 她反过来抓住我的手,你叫什么? 我叫阿贤 贤娘,我若能活,定不负你 这句话言犹在耳 被捆着四肢扔进水里时 我想,骗子 得到我的气韵后 七长兰果然奇迹般康复 我娇嫩的脸上 却长出了一枚又大又黑的屋子 自此,我成了远近闻名的丑女 七长兰却不见嫌弃 整日送吃的丸子给我 她到处说 若无我父,我早便死了 如今她不过容貌有损 我要是嫌弃,和禽兽合意 人人称颂这段佳话 无数归宗女子陷渡我的好福气 只有我知道 她送来这么多东西 却从不肯亲近我 她看着我的侧脸时 总是笑得温柔 可我转过脸,显露出雾子 她眼里就会闪过淡淡的闲雾 哈,男人 七家相关的人总来旁敲侧击 明里暗里告诉我,一个丑女不配做长平侯世子夫人 而我爹则千叮咛万嘱咐 要我牢牢抓紧七长兰 这门婚事绝不能丢 也是,毕竟卖我的那一次 我爹的官升了两极 好景不长,七长兰惊娇剿匪时 敬救了长公主 长公主看上了少年将军 直说飞军不驾 皇上送了一道旨意到我家府上 我爹看完,二话不说 放出消息说我病重 需要送去庄子上养病 然后命人将我捆上 扔到城外河中溺壁 寒冬腊月 河里的水冷的刺骨 我身上的凹子迅速吸饱了水 带着我往下坠 冷水关进我的肺腑 我四肢冰冷 河里仿佛有无数冤魂 抓着我的脚腕 生死之际 我凭着本能 从七长兰那里借了气韵 幸好当初只说了一半实话 他们万万想不到 我不仅能以身相替胃夫婿党灾 也能攫取夫婿的运导 如今我们还是未婚夫妻的关系 借运对我来说一如反掌 我睁开了绳索和沉甸甸的凹群 挣扎着爬上了岸 再重新活过来的一瞬间 我想 不管是我爹还是七长兰 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悔不当初 我要夺走他们最重视的权势 让他们知道 像条狗一样被人践踏是什么滋味 在运势的作用下 湿淋淋的我被一个牙婆捡走 他把我迈去了京城最大的花楼 春柱楼 保姆嫌弃我脸上的屋子 说这等资质接不了客人 我二话不说跪在地上 小女自知容貌有瑕 可是在家坡读过几本书 识文断字 还有一首书发的本事 求妈妈发发善心 可怜可怜我 留我给姑娘们当个梳头丫头吧 保姆和牙婆讨价还嫁一番 最终点了头 就当我今天做一回好事 阴娘还缺个梳头丫鬟 若她不嫌你 你便去伺候她吧 阴娘是春柱楼的头牌 伸着一张芙蓉面 还有一管风流的好嗓子 当着保姆的面 她喊我喊得亲亲热热 多么凌厉的好妹子 我喜欢还来不及 怎么会嫌弃 来 姐姐房间在这儿 你就住外间 只要听话 吃得完的少不了你 回到房间后 她就满腹怨气地摔东西 碎片撒了一地 我都说了 这次一定要个齐整些的 凭什么那几个蹄子的丫头 个个干净妥贴 轮到我 就扔来一个长屋子的无眼女 一个个的 都当我阴娘不中用 好欺负 我攥着衣角 惶恐状瑟瑟发抖 是阿贤不好 还请娘子息怒 她瞪我一眼 一脚踹上我的膝盖 滚 平时不许用这半边脸对着我 丑死了 姨娘嫌弃我的屋子 就算我给她书的新发誓 让她压了其他姑娘一头 她对我依旧没什么好脸色 整日非打击骂 在客人那儿受了气 她就会冲我撒火 她罚我常跪 抽打我的胳膊小腿 不许我吃东西 我为了少挨打 就主动捉笔 帮她写诗写曲 她凭借这些诗词 拉来了好些时文断字的客人 他们出手大方 要求少 比商人好伺候 是难得的佳客 阴阳的日子好过了一些 怕我投奔楼里其他姑娘 也就不再动手打我 只是她有时候会故意问我 既然你识字 想来以前也是大家小姐 怎么会沦落到我们这种地方 我直指物子 低下头 适时流露出一点难以启齿的羞愤 她就心满意足地笑起来 然后让我帮她脱鞋 倒夜壶什么的 好像使唤了我这样好出身的小姐 让高知的花落入比自己更不堪的泥沼 她就能更欢喜 更快活 我总觉得 像阴娘这样暴躁愚蠢 混混沌顿地活着 也没什么不好 拿了赏钱就高兴 挨了打 就拿更弱小的人出气 不去想明天怎样 我厌恶她 看不起她 却又羡慕她 没几年 阴娘的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 脂粉遮不住疲惫的气色 春住楼有了更鲜嫩的女孩 阴娘年老色衰 那些风流雅客已经不再来光顾 换成了粗鲁汉臭的传宫匠人 甚至就连我 这个脸上长着大屋子的丑丫头 也被保姆调去给新的头牌咬娘梳妆碗发 我去阴娘房里拿剩下的东西 不料房门突然被一个满身酒臭的醉汉撞开 她挥舞着粗拨大的拳头 嚷嚷着 阴娘呢 让阴娘出来 说这件人不在 我看 阁 就是瞧不起老子罢了 我心下一惊 还没来得及躲避 就被她从背后抱住 阴娘 阴娘 老子可抓住你了 让我好好清香清香 她手背上都是粗黑的毛发 热烘烘的臭气从后袭来 熏得我继续作呕 一瞬间 我脑子里撞过好几个能杀死她 又不至于惊动他人的办法 稀稀苏苏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扭头看去 是阴娘 她的神情很复杂 有怜悯 有悲哀 有快意 有忠于如此 啊 她很高兴吧 高兴于 我马上就要尝到她 尝了多年的苦楚 我心里盘算着 要从阴娘露出挑衅的眼神 让她以为 我在蓄意勾引她的客人 她声心好强 又自视美貌 肯定不愿意输给我这个丑女 等她来抢 我就能趁机脱身 可我还未来得及实施 她便冲过来 一把将我扯开 半委屈 半撒娇的 微到那烘臭的男人怀里 死人 这么丑的丫头你也要 以后可别来找我了 被人知道 我姨娘叫一个脸上 有大屋子的丑丫头截了胡 人家还怎么见人啊 姨娘年纪虽大了 但风韵犹存 不是我这种屋子 比眼睛还大的丑女能比的 最汉清醒了一点 见姨娘为她争风吃醋 自然十分受用 姨娘嘴里捧着哄着 眼睛却向我示意 让我赶紧走 我捂住衣襟 匆匆离开这间房 把一切令我心神不宁的动静 尽数抛在身后 自那以后 我好几天没见到姨娘 我作卧难安 又想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又觉得这么问会显得很可笑 其实我身在春柱楼 有这天也不稀奇 只是我讨厌被人强迫 再次见到姨娘时 她穿着规规矩矩的深色衣服 一寸肌肤都没有露出 直挺挺地被龟奴小丝 七手八脚地从绳结上抬下来 周围的姑娘惊慌失措 有人高喊着死人了 鸟兽般四散 我浑浑噩噩地被人群挤开 脑子里一团乱马 姨娘死了 她怎么会死呢 据我所知 她已经攒了不少钱财 甚至去年就在物色给自己赎身的人选 她何必要寻死 我眼前闪过她插腰怒骂我的样子 揪着我耳朵训斥的样子 磕着瓜子看我擦地的样子 在最汉的毛手下 把我用力推走的样子 最后 这些生动鲜活的姨娘 都慢慢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 她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我呆呆地想 我还有一句多谢 没跟她说呢 我出钱买了些果子分发给丫头们 不动声色 提起姨娘的死 在他们的七嘴八舌中 我慢慢拼凑出了事情的原貌 狮是一组组织的数子 名狮梁 河中狮是原本也是世家大族 在多年前的战乱中 举家迁往南方 狮梁途中病重 便被嫡母暗中抛下 她欣赏姨娘的才气 承诺要带她一起南下 到时 姨娘便是风风光光的世家夫人 姨娘就觉得 这时雪中送炭 必然能凭着恩义 过上好日子 和她有交情的几个姑娘 都劝过她 说其大非偶 不如她是本分 找个小行商 凭嫉子之身 想当世家夫人 这是何等的妄想 姨娘却觉得 他们看不起自己 一番争吵过后 更坚定了 要嫁失良的想法 结果 财务反被炸得一干二净 其中甚至还有 她向其他姐妹借了银钱 钱到手后 失良便换了负嘴脸 整日避而不见 姨娘找上她 还被反咬一口 说她是想攀附世家 想疯了的疯婆子 还不上钱 又没了熟身的指望 姨娘一时想不开 搭绳子寻了短见 她还是这个性子 我想 所以她会救我 按时间算 她那天应该已经存了死制 姨娘愚蠢 刻薄 暴躁 浑浑噩噩 欺软怕硬 受了气不敢去找始作俑者 只敢拿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当出气筒 可她不该死在这里 我趴在窗边 仔细观察 失良的相貌 她清秀斯文 是聪明人的长相 她想必已经知道了 姨娘的死讯 神色却坦荡磊落 好像从不曾交往过一个过气的妓子 姨娘最大的错 就是轻易将钱尽数给了她 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 失良又有什么理由不抛弃她呢 很好 我暗存 这样的心性 何该是我宋贤的第一任丈夫 失良 素日以世家子自居 哪怕掏尽里子 也要充面子 自金自负 却又自卑自残 生怕别人看她不起 好色也好失文 声称仰慕姨娘才华而来 讨要手搞不得 和姨娘偶有争吵 平日里爱参加诗会 迫切想往上爬 又自尊太强 不肯阿谀奉承 眼高手低 我脑中回忆着 这几日在春柱楼打听到的消息 在纸上落下最后一笔 自我长成后 我就在物色第一任丈夫的人选 她命格不能太过特殊 如七长兰那般命格的人 借运虽易 却有反噬之威 不到危急关头 最好不要轻易实险 也不能太过强运 强运之时 向其借运就如狂风之处撑散 只会事倍功半 亏本生意 不值 她出身不能太高 否则 家族万不会接纳一个 春柱楼出身的妻子 但也不能太低 低了 就接触不到更高的阶层 我会被困死在低处 她手上应有罪孽 就算伤了死了 我的因果隐患 也可以降至最小 她应有足以被我拿捏的短处 这样我才有谈判的余地 诗良 刚刚好 加上阴娘的血债 我有什么理由不选她呢 阿贤 新诗可写完了 回禀姑娘 已经写完了 我将最上层的纸折了折 塞进袖子 把桌上剩下的纸张 拿给咬娘 我是春柱楼财女花魁的丫头 伺候谁 谁就是财女 马上 我还会有一个财字相公 第二日 借着为养娘买纸笔的名头 我去了诗良常去的书斋 按照惯例 约莫一注相后 她会来这里 我耐心等待 在诗良进门一瞬 恰好侧过头 用光洁无瑕的半边脸对着她 她眼里闪过惊艳 我拢了拢发 低下头 专心致志地看手里的书 她热络地凑到我身旁 我眉头一皱 用鲜薄地背对着她 诗良的方向 正好能看到我素白的脖梗 书斋很静 静得能听到她 并不明显地吞咽声 这位娘子在看蓝鱼 她探头看了一眼 张口吟出几句 兰花相关的名剧 我一开始十分冷淡 但她态度热烈 又急会找话题 我慢慢软化语气 和她攀谈起诗文来 我今日起了兴致 要做一份蓝副 可写到一半 便开始迷惘 因此 想来书斋看看仙人之语 我将那半篇蓝副 从袖中取出 递给她 她漫不经心地扫了几眼 突然眼睛瞪大 又往下看去 她呼吸渐渐粗重起来 这 这是娘子所写 是啊 我测过头 全无戒心地回答 又是读过些书 写东西也不知道好赖 如今无人教导 就自己写着玩 说话间 我的全貌彻底显露 那没硕大的物质映入她眼中 她不禁往后退了一步 脸上浮起嫌恶和惊恶 十两好半晌才稳住情绪 勉强笑了笑 依依不舍地将纸张还给我 张口却是这半篇幅的种种缺点 引经句点固然是好 但这些典故太过寻常 未免落了俗套 这处隐喻也有些不恰当 冲撞了先皇时期的一位贵人 她东拉西扯说了半天 最后才一正词言地表示 不忍心见好苗子入了歧途 希望等我写完下半篇后 与我再约见一次 她需要仔细看过整篇 才能为我批改 好呀 我柔声道 我明阿贤 郎君若要找我 就来春柱楼吧 说完 我便带着书去结账 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 有心算无心 没几日 诗良就按捺不住来找我 我将以前写的一些随笔拿给她看 她眼中一彩连连 又故作犹豫问我 姻娘和姚娘都有才女之名 既然你是他们的丫头 他们的那些诗 我露出黯然神伤的表情 低头道 他们是我的主子 想要什么 我还能不给吗 她历时变作一份填膺的样子 这些妓子 偷到他人财命 真是可恶 听说那姻娘死了 想必就是平时不修德性的缘故 我惊奇地看着她 几乎要为她的脸皮鼓掌 嘴里却说道 还从未有人对奴说过这样的话 他们是绝色花魁 我只是个无言碧女 他们一定是好的 我一定是满口谎话的那个 画到这里 我含羞戴色抬头 眼中全是盈盈情义 郎君当真是奴的知己 那颗物质威力太强 他不禁艰难地撇过脸 手缺一把抓住我的手 贤娘 你这些年太不容易 我实在联系 没几日 诗良凭借一篇蓝附在诗会 大出风头 众人经一议论时 他又一股作气 连做了好几篇文才斐然的诗文 往日看不起诗良的附加公子维 在他身边称兄道弟 求他指点 如今诗郎君用的墨 都是二两银子一块的松烟墨 这段时日 他匆匆来春柱楼 总是一见面就问我有没有新文章 我委屈地看着他 诗郎说要娶我过门 我日日惦记这桩饰 什么饰什么闻的 我哪还有这心思 他面上一将 不是我不愿 贤娘 我对你的心意你还不是小吗 只是我如今家徒四壁 两手空空 拿什么娶你 我吃苦便罢了 可你在我心中是顶顶好的女子 我怎么能轻易委屈了你 若是傻女人 下一句必定要剖心自证 我不怕吃苦 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 而非钱财 然后丢盔弃甲 被男人步步紧逼 一再让步 其实 面对男人的质疑时 最好的方法并非自证 而是将质疑扔回去 我低头无脸哭了起来 我就知道 你嘴上不说 心里定是嫌我的 你嫌弃我容貌不佳 所以一再退去 根本不是真心娶我 他被戳中心事 面上一慌 贤娘 我怎会如此 怎么不会 我擦拭眼角 郎君莫要拿借口搪塞我 我在春柱楼这么多年 什么没见过 什么怕委屈 都是托词罢了 男子若是真心爱慕女子 一腔情热直冲头顶 今日见了 恨不得明日就娶回家 哪还管这么多 你考虑这么多 想来根本没有被情爱冲昏头脑 你莫要再说了 你就是不爱我 我 我没有 他急得如热锅蚂蚁 围着我劝慰了半天 好伴上才想到一个心理由 他叹气道 不是我不愿 实在是家风森严 我是世家子 贤娘你出身春柱楼 若是我娶了你 有朝一日回归宗族 定会被族长打死 不如这样 贤娘 我先纳了你 再娶一房摆设 过几年借口她病逝 我就将你扶正 这话也说得出口 真不怕遭天谴啊 我阴阴哭道 非是不愿 我其实也是出身世家的女郎 否则何来这一笔字 这一身学识 我父死前 曾将我叫到他前 让我发誓宋二娘子 此生绝不为妾 若为此事 代代仙人在地下 接不得安宁 我便向父亲保证 我若为妾 签气书的当天 就一头碰死 让那人那一座牌位过去 你不能娶 我不能为妾 看来我们此生有缘无分 既然如此 今后我们不要再见了 师郎 日后哪怕嫁做他人妇 阿贤心中也会念着你 日日祈求上仓保佑你何乐安泰 说完 我又哭几声 掩面而去 后来 师良多次来找我 我都避而不见 他许久没有心做 外界开始隐隐有了质疑 有人嘲笑他 江郎才尽 有人觉得 他那几篇文章轻力婉约 和他往日风格不符 怀疑他找了代笔 焦头烂额之下 师良直接找了保姆 说要为我赎身 保姆敲了他二十两白银 痛快放我离开 他带着卖身器来到我面前 忐忑道 贤娘 我单单看着他 郎君拿着卖身器 可是来纳妾的 他低声下气 我已经为你赎了身 你不必再待在春柱楼了 我们可否回家商议 我掏出一枚铜簪 抵在脖子上 惨然一笑 贤娘虽不聪慧 却也知晓礼仪廉耻 若是今日 我违背了誓言跟你回去 还有何面目去见我那惨死的阿父 若你今日非要逼我 那贤娘只能血剑五步 以告仙人 她被我的决绝吓住 贤娘 不可 不可呀 看她被吓得六神无主的样子 我又放缓了语调 其实 此时并非没有转缓的余地 师郎 我向父亲发誓 此生不为妾 你只需带我去官府过了户 户籍写明我是你妻子 而明面上没有三枚六品 何人知道你娶了妻 等你南下和族人会合 再娶一房拿得出手的平妻 由她掌管家事 贤娘也是允的 师娘见我如此让步 这才信了誓言之说 她动容道 贤娘 你如此待我 我此生定不相赴 我扑进她怀里 郎君 贤娘信你 去官府削了卖身器 又登记了师家户籍 我变成了师家妇 我抬头看着师娘头上的气 那份气韵 如同上好的佳肴 散发出勾人的香味 师娘啊师娘 我绸缪这么多天 你总算落进了我手里 成了我嘴边的一块羔鱼 夜里 师娘吞吞吐吐吐 说了她冒用我诗文的事 我置之一笑 这有什么 之前阴娘咬娘也用了我的诗 他们还打我骂我 你是我夫君 怎么用不得 我告诉她 我不仅能写 还能仿他人文风 实证策论也不在话下 若是有富家公子想找代笔 我定能胜任 这样 家里也能松快些 师娘大为感动 连声夸自己 娶了贤妻 我一点点吸取她的体魄气韵 她便开始销售 随着时间推移 我脸上的物质慢慢变小 成了一颗长在夹上的美人质 不损姿色 更添了几分妩媚 我终于摆脱了丑女的身份 自此 师娘看我时没了厌恶 只剩满目痴迷 接了代笔的活计后 家里日渐宽裕 我给自己买了不少胭脂水粉 金钗玉器 但是出门必定带木簪 身上必定是老气深色的一群 开口不到三句 必要夸师娘一次 我日日早起做饭 附近的人家都看得到吹烟 却又故意将饭做得难以下咽 师娘吃了几次 便再也不肯让我下厨 命肯在外买些小食回来吃 街坊邻居人人夸我安分端庄 是难得一见的好女子 说师娘有福 她觉得长脸 也配合着夸我几句 托师娘代笔的富家子 听说她娶了妻 有时便会来家中做作 我只对师娘一人笑夜如花 温声软语 对他人看似李树周全 脸上却冷落冰霜 不止师娘十分受用 洋洋自得 那些富家子看我的眼神 也渐渐不对了起来 一次上菜时 那笑得风流倜傥的小狼 不经意间勾了我的手指 我故作惊慌地抽回手 没几日 他们开始带师娘进赌方 这是老手段了 春筑楼里不少姑娘 都是这么进来的 一进赌方 就要勾着她欠债 好逼她将妻子妾室 典当出去 每次师娘出门赌钱 我就把财运输送过去一些 让她急性高照 师娘赢了钱 被周围人吹捧 不禁飘飘然 贤娘 你不知我 今日运气有多好 出门就捡到铜钱 一上桌就开始发财 跟着我下注的都赚了 我满眼都是仰慕 夫君可真厉害 我何其有幸 竟能嫁与你为妻 她被我夸得哈哈大笑 给我买回一堆东西 承诺以后必定不让我受苦 第二日 她又拿了钱 匆匆冲进赌方 我已在门边 目送她的背影 直到再也看不见 有了钱 师娘就开始改头换面 她穿着绸缎带着玉冠 身上有了金玉装饰 和陌生女子的脂粉气息 街坊议论纷纷 说我是个忘复命 娶了我之后 原本看着不怎样的人 竟然凭空就起来了 我望望天色 谭希坐在玉桶里 先度过去一些财气 供她今日大赚一笔 过不多时 我便睁开眼 将她毕生的杨寿财运 体魄运桃花运等气运 吞噬殆尽 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四肢经脉 长命女隐藏在血脉中的传承功法 开始苏醒 我心中一喜 之前的猜测果然没错 上股血脉 怎会没有传承 我运转功法 一次次尝试引气入体 凡间贫瘠的灵气 随着气韵消耗 冲击我的观翘穴位 无数杂志涌出我的肌肤 我睁开眼 四周的一切 仿佛被摘去了杀罩 一切先毫避险 洗去血肉经脉里的 陈年污垢后 我的手臂迎白如玉 隐隐散发着光辉 这可不像死了 夫君的女人该有的样子 我将污水倒掉 又煮了一桶草药 药育过后 我浑身被染得腊黄 懒静自照 更是憔悴不堪 我把药渣埋在土里 早早开始生火做饭 等了许久 终于有人拍响了家门 宋娘子在吗 施郎君在赌方大赚了一笔 一时喜不自胜 净死了 我文言大害 整个人摇摇欲坠 什么 报丧的人十分同情我 也是 一个孤零零的女人 没有男人和孩子 却有钱财 岂不就像一块肥肉 随便他人生吞活泼 这是道 谁让女人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呢 有男人时 她就是有主的财产 没了男人 她就可以被尽情抢夺 我忍着悲痛 辣黄着脸前去认诗 一路绝过去几次 人人都夸我情深义重 有认识我的 便跟其他人讲我的德行有多出众 是个怎样敬畏夫君的女子 还说施良娶了我之后 日渐富裕 可见我是个有福之人 只是她命不好 明明家族显赫 却又被撇下 一看就存不住福气 所以受不住这冲天财运 明明赚了钱 却毕命在富贵之时 我悠悠醒来 众人都来劝慰 我哭了半天 才不得不打起精神 故人替王夫整治丧事 大恋之后 守灵夜里 有人偷偷摸摸 翻进了我家低矮的院子 我在灵堂前 低头默念阴娘的名字 转头看到一道黑影 不许叫 那人捂住我的嘴 凶狠道 再叫就掐死你 我浑身颤抖 一句话不敢说 手下却悄悄聚起一团 叙事待发的灵力 白竹摇曳的光下 我看清了她的脸 白日里风流俊逸的容貌 此时却如豺狼般可增 正是我代笔的富家子之一 梁牧 她慢慢松开手 见我只是哭 没有喊人的意思 便放缓了声音 嫂夫人莫要喊叫 我只是仰慕嫂嫂风姿 不忍见你年纪轻轻手寡 我的泪止不住地流 我夫还在灵堂之上 你难道不怕她在天之灵 前来索命吗 她冷笑一声 失良是个什么东西 我就算把骨头喂给狗 狗还会对我摇尾巴 不过会写几首文章 还在我面前充气大了 她活着我都不怕 更何况死了 我无嘴哭泣 把唇边的讥讽藏好 男人素日爱吹嘘他们兄弟情深 可同起兄弟刀来 却从不手软 她低头借着烛光端向我 越看越欢喜 嫂嫂 你不知 我第一次在世家见你 就觉得适量配你不上 我对你朝思暮想 你却对我冷冷淡淡 唯独对失良那丝柔情利益 那小人何德何能 你怕是不知 他在外头包了个粉头 给他买金钗 却让你带木簪 这样的男人 要来何用 我满面欺储 都是外面的人引诱他 他说过 要对我一心一意的 梁木冷亨 我劝嫂嫂还是从了我 否则 我就去告官 说你蓄意勾引我 还暗中给失良下了毒 你看廷尉府会怎么判 说完 他脸凑过来 就要亲我 我绵软无力地挣扎 要么灵堂至上和人私通 要么担负杀夫重罪 你口口声声心悦我 可什么时候给过我活路 见证不开 我哀求道 若是你心里真的有我 就等失良下葬 堂堂正正前来迎娶 隐气入体后的力道真难控制 刚刚差点收不住力 将他打飞出去 梁木浑然不觉 笑道 你今日让我快活了 我肯定风风光光娶你过门 我低喊一声 失良一直自负世家子身份 你就不想知道 他为何会娶我这个出身不显之人吗 梁木的动作停下了 我是护部侍郎宋优的女儿 十三那年被人拐走 前些日子才与父亲递了消息 他明面上不会认我 可我要是死了 你猜他会不会查 这件事里你做的手脚 真的干净吗 见他不说话 我话风一转 又道 可你若娶了我 日后就有了侍郎岳父的照幅 梁家就算想给你捐个官座 有门路总比没门路好 对不对 威逼利又齐上阵 终于将梁木说得动了心 商家子的正妻不值钱 他也不是家中长子 这比买卖 的确有利可图 和前朝不同 本朝因战乱人口锐减 婚姻嫁娶并不受守效的限制 嫁进梁家后 我才知道梁木还有八个小妾 四个通房 最小的才十三 和我进春柱楼的年岁一样 那小丫头叫草儿 是外地陶纳来的 被迈进了梁府 据说年初还被梁木踢掉了一个孩子 可我见他看梁木的眼神 却亮晶晶的 那分明是欢喜与仰慕 我问他 你很喜欢夫君 他点头如捣蒜 为什么 他对你很好吗 他的官话并不纯正 掺着不知哪里的口音 少爷对我好 他虽然打我 上次肚子被踹得很疼 但让我吃饱饭 在家的时候 爹也打我 还不给我饭吃 我饿得半夜喝凉水 少爷还会很多东西 会写字 还会画画 我们村的狗蛋 会写个名字 就被叫文曲心里 我想起梁木那笔烂字 不由符合 我教你认字 你学不学 他惶恐摇头 我怎么配读书识字 那 那就不是我这种人该学的东西 我失望叹气 白白手让他下去 当年 我爹虽没有禁止我读书识字 但嫡姐不喜读书 他便不会给女儿们 请什么父子女事 毕竟我只是个庶女 我厚着脸皮 蹭到敌兄堂兄身边 借他们的书和笔墨 想方设法进入藏书室 一本一本抄录 我当时的心情 大抵是贪婪吧 不够 不够 远远不够 正是这份不够 才让我时至今日 依然受益 我两手空空 被扔进盒里 拿不走银钱 拿不走全市 但我可以带走学识 世人都说贪婪是恶的 清心寡欲 知足常乐是好的 可我却觉着 知足者又于井底 贪婪者月初翻离 所谓安于现状 不过是牧羊者 对羊群的期许罢了 羊真的信了 才是天下最可笑的事 自从彻底吸了 适量气韵后 我便开启了新的天赋 原本我只能从夫婿身上 汲取气韵 如今扩大到了整个夫族 我试着大量吸取良家的运道 阻力甚大 运如潮水 有长有落 想要彻底吸取一个人的气韵 必须在他运势衰落之时 家族之运亦是如此 这便是顺应了事 命由天定 运由人定 人的一举一动 都影响着自身运势 行毁运之事 自身运道就会转衰 若是施良洁身自好 没有中套 他也不至于这么快死在我手里 成婚一月 梁牧便带我来到施郎府 门房老丁头瞠目结舌看着我 活像见了鬼 我微微一笑 老丁 麻烦通报父亲 贤娘回来 看望他老人家了 老丁急匆匆进门汇报 不多时满头大汗的出来 说老爷不在家 他不敢善转 梁牧又失望又振奋 失望于杀鱼而归 振奋于他 真的娶到了一位官家女 我也很高兴 我爹知道了 我还活着 必定寝食难安 怕我毁他名誉 思来想去 他只能先下手围墙 把我和背后的梁家一起搞死 世上最让人快活的事是什么 莫过于用羊毛 让仇家为你做事 灭门的知府 破家的县令 一个官员对于下位者的打击 是致命的 我爹甚至不需要亲自出面 只要语焉不详地暗示一声 就会有许多手下替他分忧 他们也不用太过分 只需随便按个合查的名头 将粮食的货物资金扣押一段时日 周转就会出现缺口 而这个过程中 小丽会像闻到了穴位的苍蝇 涌上来层层盘剥 很快 梁家气韵的云团上出现了一个洞 我将内洞丝得更大 日日吸取 修炼不错 随着我修行日深 凭借气韵吸收灵气的速度 也逐渐加快 梁家人眼见着愈发焦头烂额 我却突破了炼气四阶 甚至可以用一点简单的法术 梁木坐卧不住 拉我出门直奔送府 我深知这次去就是龙潭虎穴 我爹必定会做好准备 将我彻底斩草除根 我坐在马车里一刻不敢停 疯狂用灵气冲击全身关翘 再用气韵聚拢灵气 在无人看得到的半空 我的头顶生出巨大的漩涡 从四面八方吸取梁家气韵 练气五阶 一破 梁木头顶的气渐渐稀薄 一匹狂奔在街上的猎马 肆无忌惮地冲来 一脚将被撞出马车的梁木踏翻 他肋骨当即被踩断 在路中央口吐鲜血 却无人敢主持公道 夫君 我踉枪奔出马车 扑在梁木身上 声声哀怯 那骑在马上的阴柔少年 无趣地撇了撇嘴 死了便死了 哭什么 他视线投到我身上 突破后仍未消散的灵气吸引了他 他着魔般下马来到我面前 如此容貌 却跟了个若不禁风的病秧子 就像珍珠滚入沙土 实在可惜 若是跟了我 定让娘子知晓 什么才叫真正的伪丈夫 我终于钓到了大鱼 辅国公敌幼子 木齐 辅国公是坚定的保皇派 敌长女士后宫立妃 麾下有数万兵马 与七家是正敌 这次少不得要送七长兰一份大礼了 我感叹 木齐如此身份 当然不会娶我 我被他纳入府 成了他第五房妾室 为了掩盖他当街纵马才死人的事 梁家被安了个勾结匪贼为其销赃的罪名 抄家灭族 数代积累的财富也都被木家吞进了肚子 木齐性格暴虐 听府中下人议论 他幼时就以残忍手段弄死过猫狗 年岁见长 虐杀家中奴婢仆从也不是一次两次 他的妾室都很怕他 只要他一瞪眼 他们必然瑟瑟发抖 我禁府当晚 便双眼含泪跪倒在地 哭诉梁木 故意由我夫君失粮 沉迷赌方 将他害死后 抢抢人妻 我目光楚楚 狼君救我于苦海 是行侠仗义救苦救难的好侠 妾解草闲还 也难报狼君大恩 木齐整个人正住 旁人都为我拒我 唯独你 竟是我为侠客 我坚定望向他 斩钉截铁 妾不管旁人如何诋毁 在妾看来 狼君的确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 比那姓梁的墙上百倍 今日奴奴有幸侍奉狼君 还望君联系 木齐被我哄得心花怒放 一连几日都塑在我房中 我趁木齐开心 便求他 将梁木的通房草儿救出来 给我当婢女 草儿被救出来那日 捧头垢面 浑身哆嗦着 跪在我面前 谢夫人就命争 草儿不会说话 以后 夫人让我做啥我就做啥 我摸了摸她头顶 让人给她备饭 当初她可以因为梁木 让她吃饱饭 就心悦梁木 如今自然也可以因为 我让她吃饱饭 就忠心于我 况且 她主动拒绝读书识字 必然是个守规矩的 守规矩的人 做不成大事 却很适合收来当下属 木齐曾有一房妻子 前年便过世了 据草儿打听来的小道消息 这位夫人孕妻遭木齐灵虐 难产而亡 她岳帐身居高位 却并不在意女儿遭遇 如今还时常喊木齐出去吃酒 我不禁想起了我那位慈爱宽人的父亲 男人 有时小度鸡肠 有时却又大度地不可思议 外人都说木齐暴虐 但我却觉得 她并非天生残暴 蓄意伤人 其实是因为她秉性脆弱 因为脆弱 所以经不起一点打击 一点小事 就能刺激得她 恼怒大吼 她排解不掉这些挫折 带来的焦躁 就转而将其发泄在 弱小的猫狗扑从身上 攻击的表象 掩盖了一直活在 不安感下的自我防御 就如同犬类 越是小个子 越容易摆出攻击架势 对人吟吟狂吠 我摸准了她的秉性 如训狗一样训养她 只要她做出我想要的行为 我就会抱着她的头 用灵力 梳理她躁动的精神 她在我面前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依赖我 言谈间泄露 给我不少有用的信息 她并不知 这些琐碎的信息 意味着什么 乍听上去 都是二叔几月份 发了笔横财 上千两的古话 随手就买了之类的 无用闲话 我却能拼凑推演出背后的情报 譬如沐家族青坚并土地 与当地官府勾结 私藏铁矿 譬如府国公府在公布的二房摊墨 建堤坝时 以次冲好 我将这些情报 一一记在纸条上 塞进袖子里 没几天 沐琪带我出门赴宴 我并非贵女 做不了女席 只能和沐琪一起坐在男宾内侧 宴席上 一众贵族少年醉生梦死 甚至有个侯府世子 出声调戏我 不等沐琪开口 便有人沉声喝止 还望世子注意言行 是七长蓝 他转过头 忧伸的目光死死锁定了我 曾经的少年将军 如今已经是个成熟的男人 这几年他在外征战 整个人粗糙了许多 肤色深了 风神俊朗的脸变得粗利 眼睛不负当年清亮 而是锐利如阴笋 我的爱妾 不劳将军惦记 说吧 木齐不悦地将我搂进怀里 七长蓝目光一暗 我出去更衣时 有丫鬟往我手里塞了纸条 约我去竹林一序 我以为会是我想见的那个人 没想到却是七长蓝 他身躯微额如山月 指节十分粗大 掌心遍布老茧 这双遍布老茧的手 如今却非常不庄重地 抓着我的手 阿贤 你这些年去了哪 为何会与那木家的顽固在一处 你问我这些 是想如何呢 我问 与我重修就好吗 我 他一时语色 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没用了 我闭目摇头 用力挣开他的手 转身就走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贤娘 你也不是当年的七长蓝 我们 回不去了 他急忙蓝在我身前 你别走 我去宋家见你时 世书只说 你去了庄子上养病 后来我再问 宋府中人 竟说你久病不治 已经撒手人寰了 你既然没死 为何不回去 阿贤 这些年 我 我很是想你 想我吗 我摸了摸侧脸 当初他看我一眼就难受的表情 还历历在目 如今我没了屋子 修炼后 容貌欲加出色 他又开始 对我穷追不舍 我酝酿了一番情绪 掩面而泣 常蓝 我也想你 这些年 我无时无刻 不再想你 我被我爹扔进水里 挣扎着活下来 不得已委身一个又一个男人 可在我心底 只有你才是我的夫君 如今你与公主即将完婚 我已是他人妾 我若是有些廉耻之心 就该离你远些 我们刚刚做的已经愉悦了 让公主知道 他那般骄傲 怎能容忍我们如此 他满目痛惜 从后搂上我先受的肩膀 莫怕 公主性格刚直 最能体谅女子苦楚 你一生坎坷 他定能谅解 我还未说话 就见一旁竹林里 钻出一名小臂 好你个七长蓝 居然在这里与人优惠 你可对得起我家公主 他身后 一名红衣女子 手指长鞭 如一团烈火般冲过来 七长蓝面色骤然一变 失声道 公主 长公主面无表情 一鞭子抽在七长蓝脚边 把他留下 你滚 七长蓝护在我身前 公主明鉴 当初依你我婚事 贤娘无辜被牵连 久死一生才活下来 公主若上有一点怜悯之心 就不该对他下手 老实说 他蓝在我面前的时候 还挺像个男人 七长蓝 在你心里 本宫就是此等心狠手辣 滥杀无辜之人 公主冷哼一声 他是木家妾 你在此和他勾勾答答 木家动不了你 杀了他却轻而易举 你到底在帮他 还是害他 七长蓝还想说什么 却被公主瞪了一眼 还不快走 若是木家小儿找来 我自有办法应对 文言 七长蓝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公主 犹豫了一番 还是转身离去 我叹气 幸好没有指望这丝 见他走远 长公主上前几步 用鞭饼 挑起我的下巴 这么多年了 你居然真的 又出现在了我面前 被迫仰起头的姿势 很不舒服 我随手把鞭子剥开 对他微微一笑 不错 只是不知 公主当年定下的赌约 如今还做不做数 我与长公主 是在春柱楼结识的 那时 阴娘刚靠我的词曲 传出才名 便有一位出手阔绰的 清秀小公子 指明道姓要见他 小公子给了不菲的打赏 见到阴娘后 没谈几句便面露失望 你不是本人 他斩钉截铁道 公子身后面白无虚的仆从 坚声怒斥 小小嫉子 也敢诱骗我主 他动作力索 三两下便将阴娘 按得跪倒在地 阴娘吓得大哭 不住换我的名字 我从礼间现身 公声道 忘贵人恕罪 不敢欺瞒贵人 你要找的人兴许是奴 我抬头看了一眼 便确定 这并非什么公子 而是货真价实的女子 女子 这个岁数 身边又有内侍 身上的料子看似低调 实则是去年上贡的天香锦 此人身份 除了那个强我夫君 害我被扔进河里的长公主 不做他人想 他今日前来 难道为我 我心下一沉 长公主挥挥手 让内侍带着阴娘离开 我细细观察他 见他对我脸上物质 并无任何意思 这才问道 贵人为何要来见我 他诉容道 求贤若渴 我从你的诗中 听到了不平之声 原本以为会见到一名 心怀大志之人 他看着我瘦弱的身板 摇了摇头 满目失望 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你虽有才学 却无傲骨 明明光靠才学 便足以让求财之人 为你赎身 却龟缩在这花楼中 任由一身才华埋没 甚至甘愿 将师座拱手让给继子 可见你并非我要寻的人 今日是某打扰了 告辞 短短两句话 我便断定 长公主与我之前所想 相差甚远 这桩婚事 其中只怕还有猫腻 见他起身要走 我不慌不忙 抛出诱饵 公主为何求贤 是为皇家 为妻家 为十四皇子 还是为公主自己 他震惊回头 你说什么 在我成为七长兰未婚妻的日子里 我时常能看到 他头上的气 和旁人不同 他头上的气金光辉耀 云雾缭绕间 甚至隐隐有龙音声 这是乾隆之气 也就是说 七长兰未来 有机会成为九五之尊 像这样天命在身的人 哪怕我有长命女血脉 也不能轻易更改 否则因果反世 必有栽殃 但公主出身皇家 又与七长兰订婚 未来还会被她夺取自家江山 若要为七长兰 量身打造一把夺命武器 还有比公主更适合的人吗 我想 应是没有了 于是我镇定论道 敢问公主 可有志于江山 他皱起眉头 大喝一声 放肆 你知不知晓 就凭你这句话 本宫就能诛你九族 我狡黠一笑 我父要是能给我陪葬 那正合我意 只是不知 听了这话 圣上和其他皇子殿下 会不会猜忌公主 他阴沉地看着我 我但笑着看回去 良久 他道 本宫对皇位 绝无觊觎之心 更无效仿前朝女帝之意 世间刚常不可乱 此话休要再提 我慢悠悠道 公主可知 为何世间男为尊 女为卑 女子为何不如男子 长公主听了这话 欲发不满 你明明一身才学不输男 为何要自贬 本宫从不认为 女子不如男子 我摇头 公主此言诧异 女子的确不如男子 不然这世间 为何只有男子出将入相 为何只有男子能登顶久武 女子或许能知能秀 能读能写 但身不由己 哪怕赚取钱财 也会被父亲夫婿占为己有 如此看来 女子和羹牛合一 不过比羹牛贵些罢了 公主面露忍耐之色 我接着到 历朝历代 和亲者皆是公主 前朝公主和亲时曾言 公主受天下人供养 自然该多为苍生考虑 可皇子王宫 同样受天下人供养 怎的就不用如此 好 就算女子不如男子 你告诉我 到底不如在何处 公主从袖中取出长鞭 轻轻一挥 桌上杯子 便被勾到她手里 本宫自幼习武 刀剑鞭法 宫马长枪无所不惊 可见女子若秦家休息 体魄未必不如男儿 我点头道 这是自然 我自幼熟读兵法史书 也不认为我文采 哪里不如男子 公主问 那你说 哪里不如 一不够狠 二不够贪 我轻声道 仅此而已 公主瞳孔缘争 狭路相逢之时 一人迟到相向 一人引颈救路 殿下认为 谁会胜 谁会成为人主 谁会沦落为奴 男子天性掠夺 女子天性却是生存 掠夺是恶 只求生存是善 女子过于人善 这便是罪过 因为人善 只是蒙骗天下人的幌子 若公主面前有两头野兽 一头凶恶 饥饿受伤时 会发狂撕咬 一头温顺 便饿了 伤便伤了 整日只知闭目休息 殿下只有一块肉 会喂给谁 殿下若是鸡肠鹿鹿 必须杀一头冲击 会杀哪只 公主不言不语 若有所思 良善是罪 不贪更是罪 对权力的贪欲 是世间最珍贵之物 若本朝太祖 攻下一郡一县 便心满一族 何来今日泱泱国土 我福地拜礼 公主有勇有谋 身在皇家 明明有问鼎之能 却说自己对地位 全无觊觎之心 公主 此乃大祸啊 长公主被我这番话 说得心神不宁 良久 她才道 你如此聪慧 又有如此心性 为何不离开这春柱楼 我摇头 非是不能 时是不愿 不瞒公主 我要在此处 寻觅我未来的夫君 哦 长公主来了兴致 我便将来力和盘托出 公主有所不知 我祖上是仙人 若我想效仿先祖修炼 必须寻觅几位夫君 作为卢顶 公主失效 此等无稽之谈 你也信 当然信 我一本正经 天生民主 身边必有一人将士 辅佐地心登位 我正是公主的一人 我对她眨眨眼 若是今日所说之事 令公主一时难以接受 公主不妨和我打个赌 赌 是 数年后 我便会靠着野心和贪欲 往上攀爬 以春柱楼无名婢子之身 积身宫廷 堂堂正正出现在公主面前 届时 还请公主多多思量 到底要不要争 如今 你可算出现在我面前了 公主红衣乌发 笑着看我 我摇摇头 上位 今日只是意外罢了 我倒没想到 你竟然就是那个宋家贤娘 提起这事 公主面色迟疑 当年之事 当年之事 我打断她 将我成和 是我父义人所为 不怪殿下 上位者的愧疚 有时是好事 有时却是催命福 若是他每次想起我 心里便有个疙瘩 那我早晚会成为 他杀之而后快的对象 我与他对视 使他相信 我口中所说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父当初以我姨娘的 丧葬之事威胁于我 又深知我才华能力出众 心性偏激 想来她是怕我日后成了气候 会因姨娘的事报复她 所以才急于铲除我 我诚恳到 更何况 这桩婚事 其中怕是有内情吧 公主定定地看着我 突然笑了 你果然崇慧 只是那木家子并非良人 你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公主可是忘了我曾经的话 我神秘一笑 将袖中的木家情报 递到她手中 或许 公主能助我一臂之力 帮我赢下赌约呢 我回到木齐身旁 她不满地问我 怎离去了这么久 我露出屈辱又难以启齿的神色 小声道 回去便告诉你 我时是怕你生气 她紧锁的眉头 这才展开 你不说我也知道 七长蓝那似纠缠你了 是不是 我修奋地点点头 刚刚有人跟我告密 说远远看见你与七长蓝那数子私会 我怎么会信 果然是她纠缠于你 言下之意 若我刚刚粉饰太平 她就要一心我与七长蓝 是不是有什么苟且 我暗暗松了口气 木家嫡长女丽妃 与圣上育有一子 平日和长公主的胞弟十四皇子 多有冲突 如今有了木家的把柄 长公主自然不会不用 不过 她更可能将消息暗中传给七家 自己按兵不动 果然 不多时 朝中便有看似中立的文官发难 上奏弹劾府国公府 在有些人推动下 朝堂之中遍地都是反对之声 纷纷称府国公忠心为国 怎么可能放任亲族行大逆不道之事 求陛下严惩污蔑者 不要让忠臣寒心 朝廷最忌讳解党营私 如今朝堂之上 人人都维护府国公 皇帝怎么可能不为此感到心惊 他当即大怒 不仅要查 还要彻查 无论谁求情 一律拉下去重罚 丽妃带着十六皇子 求皇上开恩 却连皇帝的面都没见上 直接被罚禁足 而我爹呢 自从知道我这个牙子必报的女儿 攀上府国公府后 估计十分寝食难安 如今有了机会 她自然要狠狠踩上一百脚 枝反叶茂的府国公府 如今第一次 乱了套 府中上下一片戚风残雨 慕齐的母亲六神五主 开始日日求神拜佛 道婆就是这是上门的 她展示了一手非凡术法 譬如凭空饮水 挫脂成火 和戏法不同 道婆的水清烈甘甜 喝一口便觉得精神百倍 府上人人都说她是真仙 真仙便说 府上命中有此一己 若是跨过去 自然一片坦途 跨不过去 堂堂府国公府便就此烟消云散 府国公夫人连忙问 如何跨过去 道婆手持卦象 做了半天法 最后那卦却指向我的院子 说住在此院 属兔的女子命格贵重 若是家里直系子弟娶了她 便可使家宅兴旺 克服灾祸 院子里只有一个属兔的女子 那就是我 慕齐荒唐名声在外 王七又是被她害死的 自然难寻即使 辅证了我 若是有用 事过境迁 把我修了便是 若是没用 这既是夫人 也是被抄家灭族的命 又有什么妨碍 府国公夫人病急乱投医 和老夫人商议过后 便开了祖谱 在祠堂之内将我扶正 宋氏之名 被写上祖谱的那一刻 我便看到了 这宣和家族 岌岌可危的气韵 她就像一只锤目受伤的巨兽 奄奄一息趴在那里 引人撕咬 而我 毫不客气地笑纳了 仲谢了道婆后 我便贪婪地吸取着 府国公府的气韵 于是各种弹劾 按下葫芦府起瓢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仿佛这座府邸 已经被住空了 烂透了 府国公府人人自危 几位少夫人的母族 开始上门游说女儿和离归家 而我 每日被气韵和灵气 滋润的容光焕发 复光盈然 仿若神女 在府国公府气韵所胜不多的时候 我身穿粗布麻衣头戴白金 敲响了东文谷 当朝规定 明告官要被打五十大板 七告福要滚钉板 我又灵力护着身体 装作痛苦不堪的样子 结结实实滚了钉板 当着众多百姓的面 我浑身鲜血淋漓 力声状告府国公府敌柚子木齐 当街纵麻踩死我夫君 将我抢入府邸的恶行 而木家为了遮掩命案 竟巧立名目 将富商梁家抄家灭族 这桩事木家做得简单粗暴 时间相隔也不算久 因此极其一查 没几天 平衛府就调查得清清楚楚 钉板绣痕斑斑 滚钉板后高热而死的人不在少数 所以妻子敢于状告夫君的 极为稀少 如今却出了个我 忍辱负重伪身仇人 只为一招滚钉板为服报仇 这桩传奇的是一出 立刻传遍了街头巷尾 百姓们有感于我的不义 纷纷称颂我的奸真和过人胆识 我成了天下忠贞猎女的典范 甚至有人将我的故事写成了画本戏曲 世上之事就是这么古怪离奇 越是贤良的女人 下场越是凄惨 而我这样的狠毒女人 却被夸赞三针九裂 成了举世闻名的家父 皇帝召见我那天 我吸干了辅国功夫最后一缕气韵 丝丝灵气围绕在我身舟 三花在我头顶若隐若现 为了更符合传说里的样子 我还用灵力在身上披了一层若隐若现 只对皇帝可见的羽衣 年老的皇帝就没有不爱求仙的 对权力的渴望会使他们生出长长久久 拥有着权柄的想法 果不其然 皇上一见之下 大为震惊 身披羽衣 三花俱顶 五七朝元 此女乃神女 我故作懵懂不知 皇帝便招来他最幸福的果实 问他我的命格可有一处 国师一见我 同样大惊 陛下 此女不似凡尘忠人 见其他人全无反应 只有他和国师能看见 皇帝愈发深信不疑 国师掐算一番 又道 这位仙子 时下凡利劫而来 因此命途坎坷 皇帝不住点头 是急 是急 国师 如今节数已过 仙子本该一片坦途 护我朝国运 却不知为何 他头顶似有杀星泄光 皇帝一惊 这是为何 国师 还请仙子告知老道 你十三那年 是否有一死结 是 那就对了 死结的始作俑者 便是杀星 他至今仍未打消杀念 陛下 不诛杀此聊 仙子安危难测呀 老皇帝问道 仙子 你不妨告诉朕 你十三那年 因何险些身故 我咬唇脸目 颤声道 回禀陛下 不是小女不说 时事 不能说 皇帝大怒 为何不能说 父皇 而知晓为何 长公主的声音传来 我回头看去 长公主一身红裙 如石榴花掰热烈 此女就是当年和七长蓝定亲的宋二小姐 父皇曾经询问宋优 想知他二人愿不愿退婚 不愿便作罢 若是退婚 也会为宋二小姐某一门好亲事 谁知这宋优静丧心病狂首刃亲女 此后 更是将罪责推到了父皇和儿身上 长公主满目不愤 这几年明里暗里总有人讥讽而臣 抢夺他人夫婿不成 竟将其害死 而百口莫辩 多番探查 这才知道原委 想必宋娘子不说 也是出于孝道 不愿状告亲生父亲 我已是泪水连连 几乎哭晕过去 皇帝大怒 好个宋优 进行此有被人伦之事加害仙子 还假借朕的名义 皇上最好声明 哪怕此事真是他暗示的 必然也不会承认 如今借泼下驴 正好把罪责都甩给我爹 免得沾染上谋害仙子的因果 长公主和我摇摇对望一眼 又错开视线 当年落水时 我曾想 我要让我爹和七长兰 悔不当初 解决了我爹 如今便只剩一个七长兰 我以仙姑之名 被迎进宫里 陛下在京中给我赐了宅子 允我宫内外自由行走 和宫上下对我毕恭毕敬 连后宫妃嫔都不敢来招惹我 我抿了口茶 对宫主笑道 如今殿下可信了 他在我面前躬身下拜 还请先生助我 我将他扶起 殿下这是何必 他道 先生为我解决心腹大患 再谢都不为过 如今 丽妃和他所出的十六皇子 已然失宠 辅国公府一倒 他们便再无威胁 我却笑了 殿下真正的心腹大患 不在后宫之中 而在朝堂之上啊 他沉默半上 你所说的心腹大患 可是七长兰 我正色道 正是 他又陷入沉默 殿下对七长兰 可是有情 长公主点头 却有一些 当初京交就我之事是真 只不过父皇忧心七世做大 想用驸马之位 废掉七长兰 谁知订婚不久 地方就生了叛乱 加上南边迟迟未曾归顺 七长兰便又上了战场 徽氏也一再推迟 我看他繁忧的脸 柔声道 情之一字 的确难参透 我不妨与殿下讲点故事 我祖上一脉是天上仙人 被称作长命女 据说 那时长命女一族命运双修 生来可以通过地结姻缘来输送 共享气韵 修道小成 可谓他人换命 扭转运势 修道极致 甚至能镇压一国一派的气韵 可能这项本领太过逆天 上天降下惩罚 用情爱制约我们 于是 长命女世世代代代为情而死 比如一位女仙 生怕道履闯不过雷劫 便将自身气韵挪于她 自此 这位仙姑梅韵缠身 不仅渡天劫失败 还触发天人武衰 老病而死 而她道履安然无恙 顺利渡劫飞升 临走之前 还为这女仙流了一滴泪呢 公主点评道 人都死了 这滴泪有何用 我笑 谁说不是呢 再说我外曾祖母 据说 她的道履心目另一个女子 这份姻缘是外曾祖母抢求来的 婚后 外曾祖母哪怕被冷落 依旧默默替修氏扭转气韵 用自己的运势为她挡灾 此人自此无往不利 闯下赫赫威名 又纳了几个和她爱慕的女子 相貌相似的侍妾 外曾祖母产后虚弱 扛不住道履的劫运 便磨了 修士听侍女哭诉 知道了夫人的深情厚意 这才悔不当初 她整日抱着家人的画像缅怀 万事不顾 我墙堡中的外祖母 就被一名不愤的侍妾 扔进了凡间荒山 索性被赶路去上任的支县夫妇收养 这才平安长大 将我族血脉传了下去 公主听得入神 真有长命女 我信誓旦旦 却有其事 据说 我娘我外祖母都忘夫 我本应如此 只是我入水一次 变成了煞心令格 死了这么多丈夫 公主称怪地瞪我一眼 本朝女子为了谋求高门 编画本说自己天生奉命 天生福运的也不在少数 你少来这套 我一笑 好吧 瞒不过公主 那我便说说人间事 春柱楼有一女子 名姻娘 公主也曾见过她 她为人于鲁 听闻有歌姬看上贫苦少年 以银钱相赠 后来此人飞黄腾达 便为歌姬赎身 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姻娘便动了这主意 她一连资助十余个落魄文士 殿下猜 有几个回来报答她 公主摇头 我猜一个都没有 正是 不仅一个都没有 甚至有四五个花光的钱 又前来纠缠不休所要 最后被春柱楼的闺奴 拿棍子赶了出去 后来她听信一男子 花言巧语 以为自己能成为世家父 谁知银钱被骗了个金光 走投无路 只能找了根绳子吊死 此女子是世间难得 有恩于我的人 当时我便想 若有一日 别人称呼我不为宋氏 而以名呼之 我便叫宋贤因罢 一味警醒自己 不可轻信男子允诺 二则 殷娘难得来世间一趟 也算给她留下一些痕迹 闲音的意思 我已经明白了 公主起身 向我一拜 女子可以有情 但不能损毁自身 万事应以己为重 我将她扶起 也向她一礼 我主明智 辅国公辅二房 贪慕公布款项的恶果 终于出现 黄河与淮河接连泛滥 决堤后 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流民一部分北上 一部分投靠了南边的伟帝 皇帝大怒 一时静气昏了过去 醒来后 她立即下旨 将沐家与孽斩首 以平民愤 又让人调粮食银子 前去赈灾 这之后 陛下的身体 就一日日差了下去 我早就拜托公主 将沐琪的妾室通房救出 因为他们一时没地方去 就暂时把他们养在 陛下赏赐我的宅子里 到了沐琪行刑日 我却听到两个人 背后咒骂我 都是曾被沐琪 灵虐过的通房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 你们说什么 一个叫玉叔的眼圈通红 他或许是个混账东西 但他就算辜负天下人 也从未对不起你 他对你还不够好吗 另一个叫秋和的 一开始支支吾吾 后来也破罐子破摔 不奋道 他那么心悦你 有了你之后 再也不肯正眼看我们 你为何要这样对他 沐琪皮相的确不错 精致如好米 只是英致了些 也难怪能迷惑这些糊涂人 我淡淡一笑 那你们就当我对不起他好了 我宁愿活着对不起他 也不要对不起他 然后去死 我吩咐草儿把剩下的人都叫来 在院子里站成一排 有谁连西木齐 看不起我这个叛徒的 站出来 他们互相看了看 犹豫了半天 又站出来了两个 草儿怒骂 你们这些丧良心的 那姓木的 整日把你们折腾得没个人样 要不是夫人心善收留你们 早不知道死在哪了 今日居然还敢恩将仇报 玉叔骂道 若我恩将仇报 那夫人又算什么 让他一个小小的商人欺辱族谱 当了正头娘子 辅国公府哪里对不起他 他若不站出来 辅国公府今日定然还好好的 我们又怎会沦落到 如今无依无靠的境地 抽走我们的顶梁柱 再打发猫狗一般施舍一些饭食 这也算恩德 我府长笑道 好 好啊 不料你们对辅国公府如此忠心 恰好木齐今日上路 死无全失 你们若是针对他情深义重 肯定不忍心看他向上空空下黄泉 稍后我就请人去刑场说一声 让他们将木齐的尸首送来 你们绣活好 帮他缝一缝脑袋 也算尽心了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不知该说什么 尸体送来后 我分了间屋子 被齐针线热水 将这四位好女子 和他们凉透了的夫主关在一处 刚进去看了一眼 有一个就吐了一地 开门想跑 我怎么会听 当然让他继续 剩下三个硬撑着 拿了针线戳进去第一针 就开始边哭边吐 半个时辰也没缝完 我进去看了看 笑着说 看来诸位的情谊也不过如此 他们哭得说不出话 倒也没功夫反驳我了 这是一出 我真觉得没意思透顶 我让草儿给剩下的女子发了钱财 又给他们安置了可以容身的去处 而这几位疯脑袋的 就另谋活路吧 倒是公主知道这是之后笑话我 我倒看不出 嫌疑原来还是个心善的 我摇头 我可不是心善 只是做了这些 能让自己开心罢了 万事随心 让我高兴 我就去做 让我烦躁 我就罢手 终究还是心慈手软了些 公主恨铁不成钢 旁人背弃你 你就算并不恼怒 也该狠狠发落他们 否则你手下的人便会觉得 背弃你没有任何代价 到时你处境威夷 听了这话 我才发觉公主身上威夷日重 吸干了俯国功夫后 我终于有了新的本事 消耗气韵便可开眼观器 我消耗了些气韵开在眼上 他头顶的气韵里果然多了一丝龙气 赈灾银每下发一层 变薄一层 到了百姓手里 几乎不剩什么了 下发的米粮也被插了每米 吃了之后 腹泻而死的大有人在 流民聚集 有的流落成山匪 有的干脆聚众抢了当地官府粮仓 杀了县令 拉齐反齐来 七长兰是家中独子 却有好几位骁勇善战的养兄弟 他和这些养子率兵扫荡敌扣 老皇帝仍有戒心 不给军队发兵器米粮 我却知道 七长兰私下养了人手经商 自己养活军队 因此 七家军忠诚度极高 只听七世号令 按这些日子我查探的消息看 七长兰母族明面上清贵 其实却与南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举目望去 七家气候已成 如今江山看似摇摇欲坠 却还有一线生机 老皇帝一生儿子 足有将近二十个 只是如今 胜的都是些十几岁少年 壮年皇子早些年 或被皇帝逼反 或蓄意谋反 都死得七七八八 光太子就画了两个 自从皇帝病重 我就知道 这天迟早会来 长公主包帝十四皇子中毒 醒来后如同翅儿 公主大痛 也一病不起 被打入冷宫的丽妃 和十六皇子李英外合 兵为皇宫 毒杀帝王 发动政变 十六皇子 将一干兄弟尽数斩杀 只留下了吃傻的十四皇子 他又专门命人将我捆上 要将我灵池 以为他表弟木齐在天之灵 但很可惜 辅国公府气运已尽 看似效忠他的将领 早已新生反义 从龙之功 怎么比得上独享大权 那叫许开的将领 反手杀了十六皇子 声称自己被反贼牧师蒙蔽 他说军营纪律森严 牧家将领斩杀了传令官 封锁消息 欺骗兵士京城有难 如今得知 十六皇子和丽妃 竟然犯上蒙逆 还将其他皇子尽数除去 他懊悔不已 这才知道自己上了贼船 使军之路中军之事 他不能以错再错 当即决定诛杀逆贼 还江山于十四皇子 于是 十四皇子变成了新帝 人人都知道 十四皇子如今中毒吃傻 无法处理朝政 在清洗了一波朝堂后 许开理所当然接过了大权 成了皇宫实际上的新主 一切发生得很快 而此时 七长兰和他的养兄弟 还在外面剿匪评判 听闻经中发生的一切 七家打出清军侧旗号 率两万大军一路扫荡 是要手刃逆贼许开 营救公主和新帝 他这一出玩得可真聪明 把自己摘了出去不说 还有了大义的旗号 公主哼了一声 吃掉我几颗白子 我不须不及落子 我一个小女子 杀夫也知道要借着大义 更何况 七家一群老狐狸 世间之事 没有个正当的名头是不成的 越是行悖逆之事 越是要将自己打扮得正气凛然 所以呀 日后公主登位 若是遇上贪污谋反之事 要处罚罪魁祸首 可得好好查查 说不定 那些看上去痛心疾首的全参与了 只有被推出来顶锅的清清白白呢 是啊 公主自嘲 谁想得到 十四个毒是我下的呢 我微微一笑 我也没想到 殿下竟然对包地下的去守 若我没下手 他如今已经死了 他脸上没有一丝波澜 近日来殿下似有心事 不知为何 我的指尖轻轻敲击棋盘 若有不快 早些说出来 我也好为公主消解 长公主沉默片刻 这才对我吐露心事 我自幼习武 在边关跟着旧父操练数年 若不是这身武艺 我也无法在秋寿救下父皇 得了这长公主的头衔 我旧家明明在边关也有数十万大军 却要防着一族 不能轻易调动 我空有一身武艺谋略 却不能堂堂正正杀上皇位 让那些男人心服口服 如今 许开率兵谋逆 七家率兵一路北上 我却只能在这里干等 等着七长蓝攻破京城 嫁他为后 才能再谋大事 如此一来 我将如前朝女帝一般 被人脏腑 后人也会认为我无甚能力 靠着男人才爬上龙位 闲音 我不甘心啊 我郑重起身 素容看他 殿下此言诧异 前朝女将军罗素一 和其威武 一生战功赫赫 最后不还是落得个 被诛杀的下场 她的确勇武过人 可是她死了 致死仍旧只是一名将军 为何要让男人心服口服 殿下争的是一口气 还是这滔天权力 争的是天下 还是男人的认可 若是坐拥天下 背负后世骂名又如何 被人说靠男人又如何 殿下要向他人证明自己强 是因为在殿下心中 自己还不够强 强者施敌已弱 弱者才惯爱逞强 蟹棒以后壳拒之 刺猬以利刺恐之 腹蛇以毒牙伤之 皆因他们看似张牙舞爪 实则柔弱不堪 容易成为他人盘中餐 而猛虎熊皮 何曾如此 若是朱阳认为虎熊柔弱 主动上门挑衅 对虎熊来说才是一桩美事 公主 你要做腹蛇 还是熊皮 公主一时正住 片刻后 她忍俊不禁 边笑边点着我的脑袋 宋贤英啊宋贤英 还是你懂得孤的心思 我也笑 现在想想 靠不靠男人有什么妨碍 史书上那些帝王 靠夫人靠岳帐发家的 又不是没有 岂不是又靠男子 又靠妇人 怎地只有女帝要被人非议 世人封了女子向上的通道 不许我们读书做官 不许我们率兵打仗 只许我们嫁人 如今连女子嫁人牟利 也要斥责一番 凭什么呢 明明男子靠嫁娶之事 牟利更甚 不妨看看我 我嫁了这么多男人 才走到今天 我才不休 男子好色又自私寡情 嫁人之后 谋不到好处 反被算计的尸骨无存的女子 多如繁星 能从奸华的男子手上 赚到财富权利 怎么不是本事 那日过后 公主整个人便沉静了下来 她往日为人刚强 如今也肯跟我学着 在某些时刻 已柔弱世人 不知她说了什么 那许开被她哄得服服帖帖 丝毫没有因为七长蓝 而生出谦怒 但她却为了羞辱七长蓝 提出要娶公主为妻 公主天人之姿 嫁给七家那小儿 着实可惜 许某愿以国聘之 七家军近在眼前 许开如今不慌不忙 不过是因为两万兵马 在她眼里不足为惧罢了 若是公主嫁了她 她便能想办法 令公主母族的几十万戍边大军 回元京城 说是看上公主美貌 实际上还不是心存算计 许开是反贼 若公主嫁她 就是大姐有亏 在当七长蓝的皇后 便艰难得多 日后登位也会有阻力 公主虚情假意应付她一番 私底下却来找我商议 我丝毫不慌 现在有一法可解当前困局 只是不知公主愿不愿 公主抬谋 什么方法 让陛下娶我为后 我静静说道 十四皇子早有未婚妻 只是一直没能完婚 如今她中毒吃傻 又是个傀儡 那女子约莫是不愿嫁了 公主面露不解 此事易如反掌 可是为何 你嫁了阿弟 如何就能帮我脱困了 公主可还曾记得 我跟您说过的祖上传闻 如今国运轻颓 吸取国运加速灭亡 是顺势而为 既能顺应天命 又能以国运修炼 这种机会我岂能错过 公主心念电传 骤然一惊 你是说长命女 正是 我伸出手 这只手纤细白嫩 如知如玉 无一处不完美 紧接着 我那嫩生生的手心 便冒出一团火 火光熄灭 又涌出水来 我那几位夫君 皆是被我吞了气韵而死 如今 我已经快要注击 成为真正的修仙之人 若是让陛下娶了我 我就能吸取国运 本朝国运一旦禁师 七长蓝必定势如破竹 一路攻入京师 届时 许开又有何惧 再者 打仗太快 对七家来说并非好事 他们无法彻底清扫地盘 百姓归心 更是需要时日 速度快意味着隐患众多 待时机成熟 公主以前朝遗孤身份 大可联合所有被七长蓝触动利益的旧臣 讨伐七世逆贼 您有了正统 又有母族兵力震慑 又有我这个一人相助 江山岂不是唾手可得 我语气积月 长公主却并未立刻被我说服 闲音 此时孤要想想 她忧深的目光 久久停留在我那只手上 我假装没有看到 她视线中隐含的杀意 非我族类 其心必意 公主还没到求先问道的岁数 她年富力强 不知道老病对人的摧折有多可怕 哪个壮年的掌权者 面对手持如此力量的手下 不会生出忌惮之心 她甚至会想 宋贤音究竟是从何时开始 谋取国运的 她和我的相识 到底是意外 还是我有心为之 临走之前 公主问我 你大可以一声不吭 暗暗谋化这桩婚事 以你的心机 嫁给陛下并不是难事 到时就算你占了国运 我也毫不知情 为何要将真相告知我 这句话背后 潜藏的是另一句话 为何要让我猜忌你 我公身行礼 这是臣的底牌 也是臣的把柄 臣将把柄授予我主 就是给了您伤害我的权利 臣知道您这么多事 若是手上没有能牵着我的东西 你还会放心用我吗 臣所作所为 只为你我君臣之情长久稳固 闻言 公主沉默许久 片刻之后 她抬起头 眼中似有泪光闪动 贤因 你思虑太过周全 如此忠诚 姑实在惭愧 我也满眼寒泪 只盼我主尽早归位 已成大业 除此之外 贤因别无他求 公主离开时 脸上悠悠泪痕 我却知道 她这些眼泪有多虚假 她终于学会了猜忌 学会了对我虚语尾仪 曾经我教她的招数 如今都用到了我的身上 这很好 这条路本就是一条孤独之路 她身为女子 更不能信任任何人 包括我 更何况 我对她说的话 三分真 七分假 我把这件事告诉她 一是因为她心中对我和七长蓝的过往 还有芥蒂 她知道了 长命女可夺富足气韵之事 随时都可以告诉七长蓝 如此一来 七长蓝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娶我 更不可能纳我为妃 二是因为 求助她是嫁给陛下最快的方法 越是接近住击 我越是隐隐感觉到世界的屏障 凡间灵气贫瘠 不足以支撑我这样的修仙者 只怕住击之日 就是我脱离本戒之时 戒时 她想不想杀我 会不会忌惮我 和我有什么关系 果然 第二日 许开就召见了我 我把脸涂抹得暗淡无光 前去见她 听说是个美人 今日一见 也不过如此 她面色沉沉 我恍若未觉 继续维持着行礼的姿势 听说 你与陛下情投意合 是 行 那你就准备一下 明日便与陛下大婚 嗯 往日帝后大婚 最少也要筹备数月 如今这反贼一声令下 一国之君便要迎娶皇后 何其荒唐 又何其有趣啊 回到住处 草儿向我禀报她打听来的消息 公主殿下说 她曾在母妃死前发誓 待皇上成婚后她才会嫁人 和妻是逆贼 一直未能成婚 也是这个缘故 如今夫人 你与皇上情投意合 只要成全你们这对家偶 她就愿与许将军婚配 我听得直笑 这一招多么耳熟 可不就是我当初糊弄失良的说辞 我感慨 公主长大了 听到这句 草儿巴达巴达 竟然流下眼泪 好草儿 我要做皇后了 你哭什么呢 草儿摇头 我就是觉得 您太苦了 苦吗 我怎么不觉得 每日醒来 我都会离自己的野心近一些 苦从何来 我摇头 傻孩子 我好得很 怎么会苦 草儿鼓起勇气 我都听说了 您和七将军 原本是未婚夫妻 公主看上了将军 硬生生拆散了你们 如今将军 马上就要攻入京城 公主担忧 将军心底 仍有您的位子 便求许将军 把您赐给陛下 陛下如今吃傻 下手没轻没重 伺候的宫女 好多都被失手打伤 您年纪轻轻的 就没了指望 如何不苦 指望 我自言自语 我的指望可不是这个 看到草儿仍然满脸担忧 我忍不住宽慰她 我从官家的小姐 沦为青楼的梳头丫头 又一步步从那种地方爬出来 如今马上要成为一国之母 想天下气韵 这几年来 我得到的远远大于 我付出的 多少女子付出了 比我多千倍百倍的东西 最后两手空空地死去 我觉得这笔买卖 很值 草儿似懂非懂 可是 错过了七将军 您不会遗憾吗 遗憾吗 或许吧 若是我没有长命女的血脉 那我大约不会窜渡公主 或许亲身试一试夺位的滋味 也未可知 只可惜 人皇权力 凡奸富贵 和修仙求道如何能比 我宋贤英 只要最好的 若是能飞生成仙 一百个皇帝我也不做 草儿啊 我摸摸她的头 我毕生所求 不在此处 那在何处 在大逍遥 大自在之处 修御蝶官将我名字写在御蝶上那刻 我身周忽然 刮起大风 那时我和吃傻的皇帝 正一同站在寄天帝的高台上 天帝辽阔 各色气韵从地缝中涌出 源源不断灌入我的身体 如此酣畅 如此痛快 天帝在我掌中 江山任我拆遣 我不禁大笑 身边侍从不知我为何发笑 他们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 不得不匍匐在地 免得被风吹走 乾坤气韵 人间灵气 统统聚集 在我头顶 我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 随着功法冲击 其经八脉 灵气吸入经脉关窍 化作涓堤灵液 灵液如雨汇入丹田 日暮西山的帝国运势 化作上好的补品 滋养我因过度修炼而受损的经络 灵液从丹田出发 化作几条鱿鱼 分别游向头顶子斧 与脚底涌泉 鱿鱼化成水蛇 水蛇化成巨蟒 巨蟒化成胶 胶又化龙 乌鸦鸦的黑云笼罩四野 云中电光隐隐 雷霆闪动 紫电轻雷兜头披下 我推开皇帝 双手迎接雷结 巨痛从手掌传入四肢百骸 汇聚在我的经脉 滋滋电光 将我体内浊气杀个粉碎 第二道紫雷批出 我的孽债 施粮 粮木 木齐 我爹 这些人聚集在我身边 发出痛苦的嚎叫 我或许对不起你们 我冷冷道 可女子生来就被世人对不起 又何尝有人付出代价 不肯使你们的血肉我不能活 所以 还请诸君去死 我只见涌出树道烈火 将这几只心魔驱逐焚烧 雷结一道紧接着一道 不给我喘息的空隙 不知过了多久 天雷的颜色越来越浅 越来越靠近金色 雷鸣声声 仿若远古巨人发出怒吼 金色天雷 已不可阻挡之时重击 在我头顶 我浑身被劈得破破烂烂 仰天长笑 无药天地兴风雨 金乌鞍赶出云间 瓢泼大雨轰烂而至 我丹田内 仿佛被劈开一处先灵居所 无数灵力随着气运涌入其中 远处传讯兵挥鞭策马 摇摇大喊 许将军 京城 破了 七长蓝率军闯进宫门之时 雷杰早已停止 天边霞光万丈 锐气千条 百姓议论纷纷 都说七长蓝是天将真龙 所以他一入京就生出异响 许开万万没想到 七家军区区两万兵马 居然真能攻破京城大门 他深知自己死到临头 绝望之下恨从兴起 竟然开始屠戮后宫 他手底下的士兵 也开始到处抢掠杀人 不少先皇妃嫔和宫女 惨遭毒手 杀性一起 他手持燃血长刀 冲进公主内殿 宁笑道 公主可是在等你那好未婚夫 七贼亡我大业 我今日杀不了他 就杀了他未婚妻 给我陪葬 黄泉路上有公主相伴 也算一桩乐事 就是不知那七长蓝小儿 对我夺了妻事 该做何想 说完 他哈哈大笑 公主也对他微微一笑 他手中长鞭一挥 如灵蛇般一口叼住许开的脖子 鞭子上的长刺扎进他的血肉 拼杀多年的将领没想到 看似柔弱的公主 在他面前竟然有反击之力 整张莲子杖 紧紧抠着颈尖的鞭子 公主手握鞭柄 用力一拽 许开便重重摔在地上滚了几圈 地上全是碎片 许开的后脑 不知被什么东西扎入 竟就这么死了 我担忧你安危匆忙赶来 如今看来倒是多余了 我从角落现身 轻笑一声 今日京城风雨大作 电闪雷鸣 和你可有关系 公主擦拭着鞭子上的血迹 低声问道 那是我在杜劫 我拉着她的手来到窗边 给她看天边的祥云彩雾 金光霞影如流水般 从天而降 泼洒在人间 托公主的福 我如今已经住基 凡间通道被天雷劈开 我马上便要离开尘世 前往修仙之人云集之地 离开之前 想着赶回来就你一次 只不过 我这次似乎多虑了 公主文言一愣 你要走了 是啊 我拿出一枚平平无奇的石子 塞到她手心 这给你收好 这块石头可以捏碎三次 捏碎后方圆石尺之内 将出现祥瑞异象 什么时候用 你想必心里有数 还有 我的婢女草儿 就托付给公主了 她不大聪明 但为人忠心又是食物 你给她饭吃 她就会效忠你 见我身体逐渐被金光包裹 公主忍不住扑过来问道 那你何时回来 宋贤音 你何时回来 或许 带我成仙那天吧 半身隐没在霞光之中 临走之前 我留给她一句耳语 去吧 去爱她 杀了她 然后取代她 与毙 我对着终于感到的七长蓝 奄然一笑 彻底进入飞升光柱中 这一幕 七长蓝想必此生难忘 我当过她未婚妻 牺牲容貌救她一命 还曾因她而身陷污泥 如今又在她面前沐浴神光 飞升成仙 叫她如何能忘 有我横在中间 长公主和七长蓝 怕是当不了和和美美的神仙眷侣了 她越爱她 就会越恨她 天长日久 这对地后 必然会有一场惨烈至极的厮杀 我要杜绝公主 安心距离后卫的一切可能 我要逼着她 让她不得不争 不得不抢 可惜 我是无法亲眼看到 她手握玉玺 坐上龙椅的那天了 尾声趁夜 我晃晃悠悠飘进皇宫 几个身着官服 头戴乌纱的女子 出宫门时 游在为新政争吵 提灯巡游的宫女 互相小声道 最近陛下睡得不大安稳 莫要惊动她 我找到公主的寝宫 穿墙而入 静静凝视她的睡颜 她老了 曾经艳若桃里的容貌 如春水般被岁月吹皱 她的皮肤变得松弛 手被青筋抱起 她的眉头间有了深深的皱痕 想必烦心事不少 她的瞳孔不再透亮清澈 如一潭深不可测的水 不知涌往何处 你醒了 我笑道 啊 我醒了 她说 你老了 是吗 几十年过去了 草儿都不在了 我也该老了 说完 她抱怨 你还是当初的样子 不 你比当年容貌更胜了 毕竟你为政务操劳 我却是去求仙问道 仙人总是有些养颜之术的 我同她开玩笑 当神仙真好啊 深宫内愿 来去自如 也没那么好 我不禁回道 你这些年过得如何 仙界可是处处云工物隔 先趴一草 先趴一草 的确是有的 我回道 只是仙界并非仙界 不过是一群求仙的凡人罢了 所行的 还是抢掠拼夺的那一套 跟我讲讲你这些年的经历吧 她似乎有些累了 半合上眼 我想了想 一时不知从何讲起 好半赏才到 我找了个师尊 加了门派 学习心法和招式 门派名叫吉星门 上至掌门下之弟子 人人都是倒霉鬼 究其原因 本门工法虽然强悍 却要消耗气韵 许多精彩绝艳的弟子 都死在了各种 倒霉的巧合下 所以 其他门派都称我派中人 为桑门行 这工法 倒是适合你 女帝冷哼 所以我更需要一位 新夫君了 我哀声叹气 我在修仙界找的 第一位道旅 是一个修仙世家子 他对我很好 温柔体贴 殷勤备质 风姿俊秀 还知情识趣 女帝却不吃这套 若他真是个完人 也不至于 被你送贤因找上门 我狡黠一笑 是啊 他们家族之所以兴盛 是因为他们养了一种 名为士灵的虫子 他们捉来天赋优异 出身不险的修士 工虫子肯是灵根 二十个修士 才能养出一条士灵虫 而服用了士灵虫 原本天资平平的修士 就能变为天灵根 修为一日千里 我嫁过去后 仍然夸我贤惠懂事 后来是灵虫的是被捅破 这家气韵便急转直下 再被我一糟蹋 心里一袋竟都是凡人 连武林根都没有 我那盗驴 也因为梅韵缠身 早早被雷劈死了 讲完后 我又问 你呢 身为人皇 想必处处如意吧 哪里如意 处处都是凡心事才对 女帝揉了揉眉心 当了皇帝 就是孤家寡人 没有了眼睛 没有了耳朵 京城如何 一中如何 一线如何 一阵如何 全靠他人说与我听 真假难辨 朝堂大臣 争吵权位各自利益 世家出身的兼并土地 以桃填税 寒门出身的结党营私 朕所作之事和他们心意 便是英明神武 不和他们心意 便是昏溃庸碌 人人贪污 清官难做 清官不与同僚同流合污 贪污的那些 便疑心他要告密 或者诬陷于他 或者设计他犯错 拿住把柄 否则便要将其除掉 出了事 最后被推出来 任我发落的 没有一个是罪魁祸首 朕想知道 黎明如何生活 可百姓到村 正到县令到知府 到朝堂 再到皇宫 何其原也 一人讲话 告知另一人 传至第四人 便与原样相差甚远 何况四道府衙 传到我耳朵里的 总是一片太平 可是到尖南 哪有那么多太平 朕就算派人去查 又如何查得了天下 十日久了 朕便觉得 所谓皇帝 怕是个个又龙又瞎 我说要兴办女学 让他们送女儿来读书 谁知等女学开办 却无人问津 世家女自有家学 看不上鱼龙混杂的 女学学堂 商户女不愁吃穿 又无人管束 只爱算账 觉得学经史无甚用处 凭家女要干活 素日还要做工补贴家里 父母亲长 怎么肯少了镜像 白白养着女儿 供她读书十字 我便说 送女儿去女学的人家 每月可拿银钱补贴 这可糟了 我叹道 是啊 一时之间 拐卖女子之风兴盛 不少农户的女儿被拐走 只为拿这份补贴 女弟摇头 正这才知道 人心难测 看似好的证令 也会被长歪的人心扭曲成恶症 然后你怎么解决的 我令王公贵女入女学 世家女若要结交这份人脉 就要进女学读书 商户女在女学中考核 若权威甲等 可减免少许伤税 凭家女入学者 可在女学内做工赚取银钱饭食 工钱高于当地军价 我还令草儿设立女学监察处 定期明察暗访 拐卖女子者轻则流放 重则斩首 如此一来 朕的女学才算有了学生 做人皇果然辛苦 我暗存 七家军对七长篮忠心耿耿 旧家的戍边大军 就算调回来也须数月 你手上没有兵力 便想谋朝篡位 怕是艰难的紧 的确不易 女帝叹道 我们成婚时 山河仍破碎不堪 一军多如泥沙 南方伟帝更是虎视眈眈 我陪七长篮四处征战 他负责杀敌立功 我便在战场上借机施救 他们活了 变成了我的人 我挑出颇有潜力的小兵 让草儿与他们的妇人攀谈 我记住他们姓慎名水 家住何方 家中兄弟姐妹几人 身上可有旧伤 吃喝可有忌口 每次替七长篮分发赏赐 我便做得周到体贴 我若身体不适 七长篮去做 比起我的总差了一筹 若有立功机会 我就不着痕迹举荐他们 草儿在与妇人戏说 十日一长 他们皆不知七长篮 只敢念我的恩德 七长篮那几位养兄弟 个个是当时好姐 我便蓄意挑拨 立功少的 我便借七长篮之名 说其受伤颇重 厚厚风赏 立功多的 我刻意打压 几家夫人也各有局语 还有些看似戏之末节 实则下了功夫的地方 再深的感情 也经不住琐碎家院的消磨 最后七家军扫平天下而归 南方伪地投降 可人心 也乱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 但我确知 这些事哪样不需要 常年累月的水魔功夫 千里之低 愧于乙穴 七长篮自负勇猛 他是看不到这戏之末节之处 我感叹 他并未接话 反而转头问我 你呢 朕可不信 你这等贪婪之辈 只寻一位道旅便罢手 我失笑 他倒当真了解我 我呀 又寻了一位 身负孽债的道旅后 他那与魔戒勾结 贩卖修士的门派 也烟消云散了 可我没料到 修行戒其人一事无数 我就算有心隐瞒 还是漏了痕迹 被有心人盯上了 此人无意间 得到一本上古魔功 可给女子下情印 让对方死心塌地恋慕自己 他用这魔功 掳掠了许多女修 令她们心甘情愿 成为自己的掳顶 在一深山里建造宫殿 过上了后宫嘉丽三千的逍遥日子 与魔功半生的 还有一份一女谱 里面详细记载了数百种 对男子有注意的女子体质 比如纯阴之体 琉璃静体 其中 自然也有掌命女的记载 她觉得我两位盗旅的家族门派 倒得蹊跷 细细追踪 找上我 女帝府长大校 她明知你杀夫 还敢养虎为患 我也忍俊不禁 她满心以为 我杀夫只因为曾付出真心 像我这般冷心冷情的女子 越是狠毒 动情后越是无怨无悔 她从未吃过教训 向来自视甚高 抓到我当天 就给我下印 让我轻心恋慕她 然后命令我 嫁进名门大派 攫取气韵 再输送到她身上 只是她不知晓 有的女子轻心恋慕男子 会一心一意听从 有的女子动心 却也不耽误杀人 她更是忘了 长命女之外 我还是一名修士 我柔情秘义 满心仰慕地靠在她胸膛 暗中却用法宝击碎了她的原因 此聊被我诛杀后 那些女子清醒过来 纷纷呕吐不止 她们驱走了她的神魂 抹去她的神智 后来也不知做什么去了 反正都是她应得的 无甚好说 只是她死前摆了我一道 带我出山才发现 人人都知晓了我长命女的身份 由于我谈笑间灭一族一派的本事 竟被评为六大妖女之首 我师尊却大喜 要我赶紧生女开枝散叶 把这珍贵血脉传承下去 以后她也不用怕吉星门后继无人 一时之间 修行界男子 人人自危 只敢谈情 不敢与道理节气 生怕娶回家一个宋贤因 如此一来 不过百年 本届高阶女修数量 竟然长了许多 女帝乐不可知 指着我哈哈大笑 宋贤因啊 宋贤因 你也有今日 我无奈道 世事难料啊 我哀声叹气了一会儿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有见趣事 自从我大大扬名之后 有些男子明明貌若老禅 却也对我退避三舍 生怕我要嫁他们呢 女帝十分感同身受 男子的确如此 姑曾经招几个冒棉郎侍寝 朝中那些冒寝之人 竟然也心惊胆战 不敢与姑独处 姑难道没长眼睛的吗 我们对视一眼 又指着对方笑得前仰后合 安静对坐片刻 我看天边泛白 回头对她玩耳 公主 晨要走了 这么多年了 姑居然又听到了这一声公主 她略微浑浊的目光透过我 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红衣扬鞭 如十六花般热烈的少女 一晃这么多年 曾经的公主 在狠心和贪欲的驱动下 如我设想的那般 成了一国之君 她做得很好 姑知道你是故意的 她突然说道 嗯 你故意在七长篮感到实非生 使她将错过你 引为毕生憾事 米地道 姑不怪你 姑感谢你 没有当过皇帝的人 不会晓得 一举一动 掌控所有人生死的滋味 有多么美妙 姑当初年少无知 尽心存情爱 畏惧全力 何其愚蠢 又何其可笑 宋贤因 姑谢你 给了姑这颗野心 公主客气了 我伸手递给她一粒丹药 天道所定 人皇不能修仙 代代人皇 皆有他们的归处 但让你活久一点 我还是做得到的 她不客气地拿了 你曾说 成仙之日才会回来 如今可以成仙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杜杰气之时 结识了一位剑修 她面上对我冷淡 却暗中深爱我 怕我身负因果太多 会在杜杰飞升之时毙命 便硬生生替我挡了树道雷杰 就此灰飞烟灭 我便堪破心魔 飞升成仙 我本体如今还在生仙池里抛着 想着曾经的诺言 便分了一缕魂魄下界 前来看看你 女帝看我表情 突然问道 你对此人有情 是啊 我承认了 我对她有情爱 有感激 有歉疚 可飞升的感觉实在太过畅快 没有飞升过的人 恐怕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极乐 我想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怕是也不会阻止她为我赴死 女帝促侠道 然后为她留下一滴泪 我扑哧一笑 正是